HIGH 大家好,我是Nick,歡迎收看自由時報全新單元養車幫忙第三集 今天來到現場是我們今年4月才進行產品更新的福特Focus 在左邊的話是我們四門的佛心版跟五門的賽道肉末版 我們的養車幫忙一樣都是以原廠提供的資料為主 所以我們手上已經拿到福特六合提供的全車系的養護成本價格 今天我們就來檢視看看現在目前市場賣最好的現備車福特Focus 它的養護成本資料到底養起來如何吧 現在福特Focus如果不分四五門車系的編程的話 總共有來到七個,算是相當多 今年4月福特六合針對福特車系又做了一次產品更新 而且它主要是針對中間款下放的Corpire 361系統 至於Corpire 361系統在車體零件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待會再跟大家一一的說明 首先我們看到五門右邊的賽道肉末版 因為它搭載了ST-LINE的空力化套件 所以它在前髮管的價格因為是運動化的關係 會比較不太一樣是來到6870元 至於高規的話 因為它還有搭載了前感應式雷達 不過我覺得雷達的價格還蠻輕便 是大概800元左右 一樣要注意的地方一樣是頭燈 一二級說過LD頭燈一定是趨時 也相當的流行又好看 搭載在福特Focus上面的話 一邊的燈組是來到22000元 對這個要價還真的還不是很便宜 就跟之前我講過一些國產的日系車 這個LD頭燈的價錢都差不多要上萬元 至於左邊它搭載是一般的乳素頭燈 所以比較會來的比較親民 所以來到了7500元 兩個相比之下你就會知道差價是差在哪裡 就是一個是LED頭燈一個是乳素 對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剛剛講到重點的Copel 360系統 因為Copel 360系統是利用 裡面的後照鏡下方的鏡頭 跟前方的ACC控制的Sensor 來做速度跟距離的偵測 所以來達成Copel 360系統的啟動的條件 所以在車體零件外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的水箱霧罩下方 會有一個Sensor的盒子 這邊就是它的ACC的速率調節 跟距離的控制的模組是在這邊 然後裡面在大喊裡面的後照鏡的鏡頭 一樣是車頭是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所以這個Sensor大概是在1萬元左右 包含了整個包桿頭燈 加上這邊還有一個Sensor 是需要特別要小心的地方 好剛剛提到Focus車型編程有來到7一個 所以它在圈胎尺碼配置上 也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像最近剛出的四門佛心版 是採用了16吋的胎圈 至於四門房車高階的話 它是換上17吋 至於最右邊的話 五門的STLINE 它是採用運動化的設定 它是換上了18吋的胎圈 所以會有三種不同的胎圈價格 再跟各位參考參考 然後值得一提的是因為 之前很多車友跟我反映說 他們開了STLINE 發現了里其林的PS4 18吋的胎圈有點太過於運動化了 就是開起來會比較顛簸 因為比較熱血 如果他們想要變比較舒適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把胎壓 稍微放低一點點 會有助於舒適性能提升 對這點再給你們參考一下 五門的賽道肉母板 它是以一般的STLINE 在向上升級強化 所以它有針對煞車系統做的升級 它前後的碟盤有特別加大 所以前面的碟盤是1800元左右 後面的碟盤是來到1900元左右 跟一般的STLINE的前面是一般是1500元 跟後面是1300元 所以兩個車型的碟盤價格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在開肉母板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注意這一點 它的煞車系統有經過特別升級 你知道現在很多國民車 都配有一些琳琅滿目電子配備 又有帶出熄火的功能 所以他們在電瓶的要求上面 會非常的嚴謹 我今天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些 電瓶的小嘗試 像我們市面上 電瓶的分有六大種類 一個傳統電瓶 然後CNF、SNF跟銀鈣合金 還有第二階的EFB跟等級最高的AGN AGN通常是雙B豪華車系等級以上在用的車管 可是Focus它用的是 EFB的等級是屬於第二階的 它原廠的報價是4500元 我覺得價位還算相當合理 但萬一你以後不想在原廠換電瓶 想要自己更換的話 你一定要選擇EFB等級直上的電瓶 為什麼? 因為EFB跟AGN他們的負載要求 會比傳統電瓶來的高 所以萬一換上規格不符的電瓶的話 吃電量可能會造成異常 到時候你的車輛可能會無法發動 可能會顧物 這點也是要特別的注意 強烈建議是EFB等級直上的 或是AGN都可以 是不能選擇直下的 在後方保桿的部分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因為它保桿價格還算親民 比較跟大家說明是 它的尾燈價格會不太一樣 像一般的四門房車款的話 它是屬於一般造型的尾燈 所以它售價是來到6500元 好四門高階 它是裡面會多一個LED導光條 會比較漂亮 所以來到9100元 好至於在這邊的話 ROMO版的ST9的話 因為之前大家也是 對這個尾燈炒得非常兇 為什麼 XX不特六的說 為什麼LED尾燈這麼晚才放出來 他們之前都沒辦法加價選客 這個尾燈只有在ROMO版ST9才有 售價是來到9950元 好一般館的ST9的話 它的尾燈售價是6500元 所以會有不同的價差 那你現在一般ST9的車主 像原廠也有提供 加價選配的服務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尾燈的話 還是可以加價選配 給你參考一下 好我們先來看看 新年式佛星版 它的產品到底在哪裡 這次啊福特六盒 他們操作Focus的車系 我覺得還蠻聰明的 他們大概每一段時間 就會對Focus的車系更新 像去年推出的賽道版 然後今年3月有Focus ST 然後這次 他們今年4月又針對了 Focus他們的中階動力 做了新年式的產品更新 它主要是下放了Copier 360系統 這套系統 之前只有在頂規的ST9才有 所以那時候很多車友 其實他們還蠻嫌棄說 因為我要想有Copier 360系統 就一定要直上頂規 可是有些人他們覺得 ST9太過運動的話 開起來的話 會稍微影響到舒適性 會被佳能吹吹鈕 所以這次福特還蠻聰明的 它下放了Copier 360系統 下放到中間 這套Copier 360系統 它就整合了全速於ACC啊 然後在中高階動力 它又增加了ISA 智慧限速系統 然後再結合它的TSR 道路標示偵測系統的話 它就可以針對 它可以透過攝像鏡頭去 偵測到現在你目前的 路面的狀況的使用速率 然後進行自動的速率條件 就還蠻人性化的 如果你說 現在國民車 哪一台可以買到 完整LV2的半自動作 價值輔助科技的話 那現在目前一定是Folk的 一定是首選 因為像同期的Toyota Artists 或是Mazda 3 他們都還沒達到 真正完整LV2的 半自動作價值輔助科技 好那我們最後來看看 它蠻重要的 累積到6萬公里的 養物成本資料 講起來到底如何吧 這次福特62 還蠻佛心的提供我 累積到15萬的資料 所以我做了兩筆 給供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 它累積到6萬公里的話 入門款的NA 是來到了2萬8千元左右 1.5升的中高階渦輪 累積到3萬1千元左右 的確是比日系車還偏貴一點點 因為他們主要在 4萬公里的時候 換上變速箱油的更換 價格會 含工代價會來得比較貴一點點 可是如果你轉個念頭想想的話 現在福特Focus 它下放了Copio 360系統 而且算是通緝裡面最便宜 享有Label 2完整 半自動駕駛輔助科技的車款 這個念頭想想的話 你養物成本雖然貴一點點 不過你的主被動安全系統 都可以更加完善 尤其是那種 看那種下大雨的天 我的Copio 360系統 其實都還 偵測都還算正常 也算靈敏 你看我像是在 市民高架上面 下著大雨 它依然可以偵測到前方 就不會被 不太會被雨勢影響 然後方向也會自動的修正 所以我覺得是 Copio 360系統 是他們的 招牌武器之一 未來的大改款庫莎 一定也會用上 對 所以 仰起來貴一點點 比日系車貴一點點 但我覺得還可以 還算還在合宜的範圍內 今天的試駕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自由師和Ni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